- 電競孔子的直球隊決的第三集 - 歡迎收聽電競孔子的直球隊決的第三集 - 又是主持人LioD -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兩位特別來賓呢 - 是這個在PCS戰隊裡的後期 - 第一位是爆炸頭 - 我是第一軍的爆炸頭 - 第二位是文藝 - 大家好 我是第二軍隊隊經理帳明 - 好 那我就先好奇問一下 - 因為其實很常在比賽的場館看到你們兩位嘛 - 那比較好奇你們自己在自己的隊員裡面 - 份內的工作是什麼 - 我先嗎 - 爆炸頭先 - 其實我主要是做社群 - 就是拍片剪片加合資團 - 但是因為我們公司編制比較小 - 就不像唐這麼完善 - 尤其我們現在有三隊 - 我們只有一個 - 其實我們後庭只有四個人 - 一個是總監 - 再來是我 - 再來是一個設計真真 - 再來是PT的小便 - 我們現在就讓他做梗圖 - 當然有時候英雄聯盟會跟傳說隊員裝到比賽 - 那我就要可能去代表 - 所以我可能也監禮 - 你說傳說隊員的禮隊 - 應該說我要看說哪一場比賽比較精彩 - 我想拍哪一場我就去拍 - 所以你是可以自己選擇 - 那PGS有哪一場比賽是有可能你會過濾掉的嗎 - 就是第五名後面 - 第六名後面 - 第六名後面 - 第六名嗎 - 第七名是地獄珠欸 - 我直接講嗎 - 可以喔 - 就是可能DWT - WP我現在會排 - 因為他們有我們的665名 - 還有那個什麼啊 - 硬本現在也不會去 - 如果不能去就不能去 - 那地獄珠你會去嗎 - 地獄珠會去啊 - 我要做效果 - 那文藝來你在BRG - 我在BRG就是一個人黨全部的概念 - 除了賽訓團隊我們主教練 - 副教練以外 - 其他事情都是我包辦 - 比如說社群 - 比方說找人 - 比方說找基地 - 所以我們的編制呢 - 其實比DCG或TSG - 還要在小 - 非常非常非常多 - 對 - 所以我就一個人負責所有 - 你現在看得到了 - 賽訓以外的事情 - 對吧 - 對 - 那讓我們比較好奇 - 因為這樣聽起來 - 兩位的工作 - 個份量都還蠻多的 - 你們是要怎麼去分配你自己的時間 - 像你 - 假如說你是要剪片 - 又要拍片 - 然後你可能要處理 - 可能隊伍的大小事情 - 然後可能剪片 - 那些也都要你用 - 你們要怎麼去分配好 - 會不會都沒有自己的休閒時間跟假日 - 其實我自己 - 像我自己本身是在 - 跟基地跟選手一起住嘛 - 那其實我一整天的時間 - 其實大概有70%到80%的時間 - 都是分配在選手的隊伍上面 - 比方說選手 - 他見過我說哪裡癢了 - 腳痛了 - 眉毛癢 - 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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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問題我就幫忙處理嘛 - 剩下二三個八台去做社群方面的發想 - 那爆炸頭咧 - 主要看事情的 - 行眾環境 - 必須的就可能就是 - 團隊內讓隊員維持運作 - 這個是你要處理的嗎 - 因為有時候Peter要去開會 - 公司就升我一個人 - 他們有問題就會直接來找 - 比如說maybe這樣吵架 - 吵架不會 - 吵架我都在上面偷聽 - 因為我是那個 - 一樓加高 - 所以我都聽到他們在吵架 - 眉毛都在吵架 - 那因為你們兩位的工作的關係 - 都會很貼近 - 不管是教練或選手嗎 - 你們自己有沒有很 - 有印象一些比賽 - 可能是 - 不管贏或輸都可以 - 就是在比完賽後呢 - 就是 - 氣氛啊 - 可能特別的高昂 - 或者是特別的低落 - 然後可能有一些 - 選手跟教練之類的交流 - 怎樣 - 有沒有某一場比賽 - 或某一天 - 或某一段實習也可以 - 我用一個印象很深刻 - 那是2020年我Mati去世界神 - 有一次晚上他們在團練 - 然後我就跑去他們的訓練室大便 - 為什麼你要去干擾人家 - 我想說去看他們的狀況 - 算想大便 - 然後大便大便就聽到外面吵架 - 然後我出去發現他們 - 我出去看的時候 - 發現他們就吵完了嘛 - 然後就學校團練 - 你說自己對內吵架 - 然後那場是跟TSM練 - 重點是我們練之前我們還吃到了一個小時 - 因為我們去吃鴨肉 - 然後我們練了一場 - 然後就暴怒 - 然後就取消了 - 我相信應該是被黑名等了 - 那這種情況BH也會遇過嗎 - 因為你們也是近這兩年 - 都有到這個世界賽 - 算是比賽 - 然後雖然都止步在入圍賽 - 這句話好像不太需要聽 - 沒有補充一下 - 因為怕有些觀眾不知道 - 那你這樣也會跟很多隊伍接觸到嗎 - 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 其實我們這邊世界賽團練 - 因為團練時間我們不太會取消或幹嘛 - 我們都盡量把他打完 - 即使我們的氣氛再怎麼不好 - 我們都還是盡力一發感 - 因為其實很多賽區能跟我們練 - 其實我們就已經覺得是一個莫大的榮幸 - 如果你這時候在取消他會覺得 - 哇你在轉什麼你在大排什麼這樣子 - 好有紀律 - 這就是一個有紀律的 - 我們之前就是很有脾氣 - 脾氣來了什麼都練不了 - 還什麼時期比較有脾氣 - 現在還好嗎?今年夏季賽 - 現在... - 不太好 - 前一陣子不太好最近好一點 - 最近好一點要開始贏嗎 - 那真的會有隊伍這個 - 假如說贏的時期就都沒有事 - 然後輸了之後那段時間就怎樣都不對 - 其實我現在我這三年的BYG的生涯裡面 - 我覺得贏跟輸我們戰隊的氣氛都還蠻好的 - 這也是我覺得一直都是一個BYG的傳統 - 可是我們不太會去找人家吵架 - 比如說有些戰隊就會叫人家跪在鍵盤上面 - 我們就不會做這種事 - 我覺得他很官腔欸 - 他在捍衛BYG的那個... - 好爽啊!他穿著BYG的外套啊 - 但是我沒有講DCG 我在講麻吉 - 麻吉去散了 - 麻吉不在啊 - 這樣子我好奇問一下 - 你們自己在做社群嗎 - 因為PSG應該算是 - 可以說是第一個開始做一些比較梗塗 - 可能像歐洲賽區比較嘲諷這樣 - 其實其他隊伍也有跟進啊 - DCG也有嘛 - BOEG應該也有 - 但可能沒有到尺度那麼超過 - 你們自己在去找尋這種梗 - 或者是去面對到別的戰隊這種嘲諷的時候 - 你們是怎麼去調適啊 - 或者是怎麼圍擊的 - 你們的素材那些從哪裡找 - 我自己的話 - 我自己通常一天我就會 - 剛起床的時候 - 我就把今天的新聞 - 或昨天的新聞去review一遍 - 然後把我認為會有趣的東西把它解下來 - 然後比如說最近像 - 比較紅的應該是拳下 - 就是有打拳的事情 - 那雖然說我真的 - 這個人對於拳擊方面 - 是真的完全沒什麼證據 - 所以我還是要把 - 比如說尼克欣為什麼要打小潘 - 把它補完 - 把它補完 - 補完之後把它整理成一個 - 我覺得可以用的素材 - 再把它補上去 - 然後遇到其他戰隊的給我們 - 曹鳳賭或怎麼樣 - 其實我們都不太會在意 - 其實我反正很在意 - 比如說曹鳳他 - 發了死一本 - 像我記得有一次 - 去做一張 - 那時候我們Kino還在 - 就是春季賽的時候 - 還在 - 還在嗎 - 然後那時候 - 他做了一張主事 - 整隊都上車了 - 結果Kino還在 - 拉著那個車頭 - 不要讓那個車走 - 所以MFONG就是說Kino把整隊拉下去的感覺 - 其實Kino的方向看完之後就覺得 - 很難過 - 有點走心 - 有點走心 - 但是我們都會跟他講說 - 你要用實力去打你的隊伍 - 只是你贏了 - 你要做成事 - 都是可以接受 - 但你今天只要輸了 - 你就是必須要 - 有能力去承擔這些負面的東西 - 我是所謂的 - 比較 - 威脅方式的 - 異野語 - 那你們自己在做 - 就你如果以BYG來說 - 你做的話 - 你自己有得罪過別人 - 我得罪過很多人 - 你們說你們還好 - 異野鄉民他就得罪別人 - 有嗎?你有嘴鄉民 - 我之前有做過一次比較不好了 - 我之前回想起來也比較不好 - 就是我在世界賽的時候 - 因為那時候我們記得 - 我們是早上四五點 - 就是台灣時間四五點之後比賽 - 然後我做了一張圖是說 - 我們那想輸了嘛 - 然後我輸了本圖就發一張說 - 粉絲很早起床看別人去比賽 - 結果我輸了 - 然後哭著臉這樣子 - 其實我後面想起來這件事情 - 是一個非常不尊重粉絲 - 或是不尊重起來 - 特別找到寫粉絲來的狀況 - 但其實你只是在自嘲 - 我在自嘲的時候 - 自己作出這件事情 - 但是會 - 大家每個人的理解會不太一樣 - 對對對對 - 我們都不會去管粉絲的心情 - 可是我們做社群 - 不就是應該以粉絲為主啊 - 但怎麼會罵呢 - 我也不想他們講話 - 怪不可以粉絲會罵這麼少 - 我真的就是 - 文藝的意思就是 - 因為以那個時間來說 - 對台灣觀眾恐怖友善 - 然後大家真的是 - 可能為了BYG而早起 - 早起那兩個小時 - 然後輸了就已經很不爽了 - 然後還要 - 看到我在那邊講一些 - 就感覺可能會覺得說 BYG他們是不是沒有很care輸贏 - 對對對對 - 但其實沒有就只是 - 我覺得可能觀眾的解讀方式不一樣 - 因為其實像歐洲在區的這種更誇張 - 就他們都已經準備好自己輸的那種 - 然後PO出來就是 - 反正我就是爛這樣 - 但他們觀眾接受度就比較大 - 那DCG勒 - 你有得罪過別人嗎 - 對啊我一得罪那個你的筆 - 誰 - 那個啊 - 一個PET叫 -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 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特本還是特A - 還是反傳 - 他是反傳嗎 - 我不會知道我跟他不熟 - 誰啊他的ID怎麼念 - 你的筆 - 你的筆 - 你的筆 - 我好知道這ID我記得 - 有一次我就嘲諷 - 他的那個圖是 - 因為我是用mode PDD - 它是有圖的 - 它都是有頭像的 - 它是UR什麼SP什麼的 - 我不知道是誰 - 他那個時候 - 這個也常罵我 - 你常常說他被罵那個 - 丁特被丟下樓那個圖 - 就是轉彈法那個 - 就是大家在討論說要怎麼贏 - 戰隊要贏遊戲 - 他在那邊討論扭蛋 - 然後被史丹利斯的那個 - 丟到大樓外 - 然後他就罵 - 他說 - 丁特這麼努力在推動扭蛋法 - 然後我還在那邊嗆他 - 然後我們說他就狂噴我 - 像鮑大樓剛剛講說 - 你們一定會注意社群嘛 - 我覺得社群不管好的或者是壞的 - 都一定要看 - 因為你們的工作項目是這樣 - 你們自己在面對社群的 - 算是正面的 - 算是評語 - 或者是負面的批評的時候 - 你們在社群上面 - 你們會怎麼去做一些 - 你可以說算是 - 可以算是加強啦 - 當然也可以說是做緩回 - 你們有在這方面做過什麼功夫嗎 - 我自己本身的話 - 我其實很常去關注 - 我是那種比如說YouTube影片一上 - 我就會每五分鐘 - 就是滑最新留言 - 那也太大了 - 然後我會去看每一個人的留言 - 然後我會盡可能去想說 - 他的留言是不是有價值 - 是不是為了噴而噴 - 還是說真的是想要給我一些建議跟想法 - 那如果是建議跟想法 - 我就會把這想法跟建議寫起來 - 然後用在下一支影片上這樣子 - 你要再鼓這樣 - 沒有啊 - 我覺得這都很正常吧 - 不是寫起來是什麼東西啦 - 可是寫起來 - 你不要聽人家語病好不好 - 好我們講批評了 - 你有沒有看過最走心的一支留言 - 隨便 - 影片的或文字上面都可以 - 因為2021年世界賽的時候 - 我們自己BYG戰隊的時候 - 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 大事情應該都不用這麼說 - 那就是我們讓TK打中路了嘛 - 然後那時候其實 - 我們那時候 - 那時候隊上還有另外一個T5中路 - 叫哈士奇 - 然後那個世界賽明天是沒有帶他 - 因為我們RAFT規定 - 只能帶六個選手 - 加一個隊經理 - 加兩個教練 - 加一個教練 - 然後其他人都要自備就對了 -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也是自備 - 公司讓我去當攝影師 - 當小鞭子這樣子 -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中路就被禁賽了嘛 -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就噴說 - 為什麼不帶哈士奇另外一個中路去 - 然後帶一個廢物攝影師 - 也就是指我本人這樣子 - 而且那時候不是只有PP這樣寫 - 再來還會去到我的IG - 私信到我本人的FB - 然後說 - 帶你這個廢物幹嘛 - 長那麼胖 - 長那麼醜 - 還敢幾乎來世界賽 - 人生攻擊 - 人生攻擊 -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就有點覺得 - 我只是 - 因為我看到其他隊 - 比如說LCK - 像DK - 像T1 - 他們都是帶了很多很多的攝影團隊 - 譬如說他們是帶三四個 - 然後我們就很客男 - 我們就只有一個攝影師 - 然後我還要負責剪片 - 我還要負責拍攝 - 我還要負責 - 還有可能要帶一隊幹嘛的 - 那事情就有點很多 - 然後我看到這個訊息 - 我就覺得 -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 我在冰島已經快要廢去了 - 可以長眠在冰島了 - 心力焦醉 - 心力焦醉 - 因為我可以講一下 - 如果有看過DRX - 就是他們去年奪怪的紀錄片的話 - 他們的整個後勤人員 - 加起來可能超過20個 - 然後因為PCS賽區本身比較窮 - 就好啦 - 就比較窮 - 就比較窮 - 所以其實各個戰隊的人員編制 就像 - 目前BH跟DZ就比較少一點 - PSG已經算多了吧 - 沒有應該說只有PSG是完整 - PSG跟CFO是比較完整 - 其他戰隊都比較偏向是 - 一個人有可能要減很多的職位 - 這樣 - OK - 你剛不是說CZ現在很抽煉嗎 - 那五個人一直得著 - 但就是 -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文藝那時候 可能心態會有點那個 - 因為你要想他是帶 - 假如說你們早上可能很早就起來 - 然後你要處理做隊伍的事情 - 因為其實做隊伍的選手都年紀小 - 然後 - 說實在毛一堆啦 - 因為我自己有帶選手 - 就是問題一堆都 - 其實都笨笨的 - 是完全沒有生活能力 - 對對對對 - 然後你要想他可能是比賽結束之後 - 他可能當天拍的東西 - 還要晚上剪出來 - 然後可能過沒多久就要上 - 因為才能跟到14嘛對不對 - 那這個是你就是最 - 在經營社群這三年裡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 因為我覺得 - 很大一部分我就是 - 有點被推上火線 - 因為那時候名單剛好列在我 - 有列到我這樣子 - 大家就覺得說 - 為什麼是你不是帶另外一個中路牌子 - 沒有可是這很怪啊 - 因為不帶你的話根本就沒有影片 - 說不定他們連出國都不會出國了 - 他有沒有影片嗎 - 有啊 - 如果沒有帶文藝的話 - 是根本不會有影片讓大家看 - 但這個可以跟觀眾講一下 - 因為他們可能不了解 - 但是後面的影片也很難上 - 就像你們今年 - 像馬賽克啦 - 最後馬賽克 - 或者是 - 不能知道 - 我們那時候的狀況就是有他 - 因為UX的部分 - 你們需要馬賽克 - 他感覺不是一個很常會在隊伍裡面 - 當一個嗨者 - 就是待機的氣氛 - 但是另外一個冒安士 - 他冒安士是一個很喜歡跟對我打屁 - 所以我很長的片段一定都會有冒安在 - 所以一個大片段都是馬賽克調 - 我會覺得我好像在看 - 啊 - 就是其他的影片 - 其他類型影片 - 臉會馬賽克 - 全部馬賽克調 - 因為他的動作太大了 - 那最後你怎麼處理 - 我就直接跟老闆說 - 還是我們這邊都不要用 - 他就說好 - 那我就好啊 - 沒事了 - 那你覺得我們PSG用馬賽克這一招 - 可是我會覺得已經是最... - 相當上很高 - 但是因為你們帶那麼多人 - 去一定要拍一些影片或錄一些影片出來 - 但是只帶我一個成本相對比較低一點 - 而且我也沒有專門就是 - 那時候去的時候也不是專門做攝影這件事情 - 所以他們就覺得還好 - 那我就覺得OK - 我覺得馬賽克很好 - 大家會討論 - 可是馬賽克討論度 - 就會一直讓這個事情延燒 - 我們那時候就不想讓這個事情延燒 - 但是那時候就是在燒 - 所以我要降火啊 - 就是他要想辦法 - 你滅不了火 - 你至少讓火小一點 - 就煙火這樣 - 馬賽克也是降火 - 那DCG咧 - 我好像沒有欸 - 你有輸過過嗎 - 因為你們根本沒輸過過啊 - 泡妖喔 - 我們就爛了 - 你繼續講 - 不是 - 應該是很少人會罵我 - 大家都在罵戰隊 - 戰隊有什麼好罵 - 就是罵成績不好 - 說你怎麼打那麼爛 - 然後每個人都在留言 - 去當教練 - 是因為你們有 - 比較有指標的選手嗎 - 所以他們比較有攻擊的目標 - 因為感覺 - 李芬也不在會被罵 - 長那麼帥 - 又不罵你 - 難得罵誰 - 就是罵火龍啊 - 沒辦法很長 - 亞運上路啊 - 最近欸很新欸 - 他會走心嗎 - 他不會 - 他打那麼久 - 他會看 - 但是他不會走心 - 他們會 - 結果選手很多都會去看留言或PD - 他們都會分析說 - 他們都會分析說他講什麼道理 - 沒有道理就是嘴炮不利他 - 大概有八九成是沒道理的吧 - 所以他們只看他們自己爽 - 就是誇獎他 - 就是看自己開心 - 長到火龍 - 我想到我們家上路利凱 - 他最近也是很高的嗎 - 很低米嗎 - 很低米嗎 - 你說 - 競技狀態嗎 - 競技狀態是有一點點就是比較 - 需要再拉提法一點 - 他最近在COSPAY7 - 利凱就是因為最近狀況比較低米 - 大家其實都會很多人拿 - 地獄座上路就是Tako來跟他對比 - 一定會嗎 - 因為他其實目前就是比較 - 地獄座上路Tako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打的比較好人 - 我認為他在後半段對我們也是打比較好人 - 像最近PT就有一篇文說 - 如果今天利凱跟Tako對換 - 那狀況怎麼樣 - 然後下面就有留言說 - 利凱第一場就會被統神噴哭了 - 為什麼沒有辦法進場打比賽 - 其實大家對於我們選手做任何事情 - 都會有很多的反應或很多的想法這樣 - 利凱本來看到就覺得說 - 他自己也笑笑說 - 我怎麼可能會哭啊 - 那我可以問一下 - 他那天哭的狀況是怎麼樣 - 就是壓力太大嗎 - 還是當時的情緒太緊繃之類的 - 最主要是他那幾週本來就打得不是的這麼好 - 他其實教練也放蠻多心思 - 跟我自己本身也放蠻多心思在他身上的 - 然後他其實就壓力太大 - 因為他的場合 - 他假設前面就被單殺 - 然後還要可能030還040 - 我可能忘記他實際上的戰體是怎麼樣 - 所以他很怕他的fail - 導致整個團隊輸了 - 假如今天這個團隊真的因為這場比賽真的輸了 - 那有可能我覺得他有可能還不會這麼的難過 - 因為他今天比賽就是贏了 - 他覺得他在拖累四個其他隊友 - 對 - 我說他覺得他是拖累四個其他隊友 - 我說你要講什麼諧音樂 - 那最後勒 - 他後面的比賽有比較放鬆一點嗎 - 我們後面其實就讓他好好地想一想 - 然後我們自己灌很多心靈心這樣給他 - 因為我覺得像這類型的選手就是需要 - 你一直跟他講說 - 你是最棒的 - 你是最棒的 - 你一定可以打爆某一個人 - 像之前我打到FAK的時候 - 對不叫Solo Kill - 我就跟他說今天一定要把Solo Kill - 這樣Solo Kill掉 - 然後跟他講 - 他就會覺得我好強我好有自信 - 這樣真的有用啊 - 對年輕人選手 - 對年輕人選手很有用 - 他們就喜歡聽這種 - 其實對老人選手也有用啊 - 像我跟我 - 那邊的比較老的要問他 - 像我跟丁特也是這樣講話 - 我跟他講說 - 老闆你是好老闆 - 你最棒的福利給最好這樣子 - 他就會很開心 - 很開心他就會 - 所以你覺得這是雞湯 - 就是並不是 - 沒有沒有沒有 - 這是我舉的例子 - 你不要這樣說話 - 沒有就是你講好話嘛 - 所以文藝來說 - 為什麼大家氣氛這麼好 - 因為就是有一個中間的氣氛調節者 - 可能中間有點小低迷 - 但都可以馬上拉起來 - 因為你們那對老人偏多 - 上中葉都是PCS出場術 - 算是前三名的 - 那你們在面對到這種問題 - 雞湯有用嗎 - 對他們來說 - 他們會覺得自己最強 - 真的真的 - 但是這是自信啊 - 但我覺得他對線幾乎都不會輸 - 真的嗎 - 他覺得啊 - 他現在也 - 等一下喔 - 我有思考一下 - 車長跟阿智進步那麼多 - 他覺得沒有到差這麼多 - 可能誤開 - 但是那個PT隊罵說他很爛啊 - 退化 - 但他說根本就沒出現 - 老可能就是因為他現在背負的那個 - 亞運上路的 - 他覺得他自己有做過 - 那是他有一種壓力在 - 感覺他打不好 - 就對不起那個位子 - 所以他會反而打得更奇怪 -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說 - 你那樣想就錯了 - 你應該是說 - 比賽好好打 - 你才去打亞運的那種感覺 - 就是你先做好自己該做的這樣 - 那這算是七套的一種嗎 - 有一點 - 他有想通 - 那他就是那時候打得很差 - 那段時間就是一直在想這個 - 然後我們就一直跟他來想 - 對 你算那七套有用嗎 - 是嗎 - 哪裡 - 那我問一下就是 - 像你們的下路線也是比較偏年輕的 - 就是水精靈這位選手 - 因為他前陣子也甚至有被大家廣泛討論 - 水精靈選手其實 -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 他也是很有自信的 - 他覺得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 他就覺得是對的 - 他不會去看 - 就是他不會被那些留言 - 他覺得他們團練有效果 - 那他比賽打不好是英文有事 - 代表其實那是 - 搶的是他心目中想要的樣子 - 是發揮不好 - 就是他不會去走心 - 但是歐卡 - 歐卡 - 這樣不是偏向比較固執一點嗎 - 比方說 - 就是你跟他說這個套路已經不行了 - 那如果專練要改 - 他是會改的嗎 - 會要改 - 就是用團練去改 - 別人網路上人家要改 - 他也不會改 - 網路的當然是 - 網路上就不會 - 網路上就不會 - 事就不會就好 - 但我想一下喔 - 後來我剛剛問什麼 - 等一下喔 - 等我一下 - 等一下我剛剛問什麼 - 你可能不會聊天 - 沒有我突然想到一個 - 你可能是為什麼 - 他不會聊天 -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 但我被打斷了 - 等一下我想一下喔 - 欸你剛剛想到哪裡 - 水精靈 - 喔 水精靈 - 後來他都不是我 - 喔我講到他答了 - 那我問一下 - 因為其實你們本身的工作的算是算量就蠻重的 - 然後你們又要去擔當這個那個新領導師 - 因為可能你們也比選手的年紀稍微這個再高一點點 - 你們自己會不會自己覺得自己的在工作上面其實壓力也很重 - 然後負擔有外變大 - 因為這個對你們來說不是原本你們的職務啊 - 應該說選手對我們來說 - 就是可能他們對教練就是會有一種 - 可能對真正的總監也會有分合 - 我們跟他們比較像朋友 - 所以他們就比較願意跟我們兩天說清楚話 - 然後我們可能就要適當的去 - 吸收他們的話再去轉 - 轉他給教練或是會 - 第二覺得是這樣嗎 - 我這邊的話其實我覺得選手跟教練跟經理的身分會比較不同 - 選手對於教練可能教練是他們的爸爸 - 然後我就是他們的媽媽的感覺 - 就是他們有什麼事情都是需要來找我束縛或幹嘛的 - 然後我就會盡量把這些事情整理下來 - 然後我就自己安撫他 - 可是有時候不能這樣接收多文 - 你自己也會覺得 - 好像你自己的 - 你會懷疑自己 - 說是不是不夠格做在這邊 - 又可能有誰來幫忙 - 他們做這件事情會更好這樣子 - 所以其實壓力我覺得是心理壓力比較大 - 你說什麼外在的工作壓力其實我覺得都算是小事情 - 就不會因為什麼太忙的選擇都還好 - 都不太會 - 那你們自己因為現在的比賽都要到凱瑞那邊 - 那聽說這個爆炸頭你也是比較辛苦一點 - 就是你要負責開車 - 大家可能去 - 因為我又開車又拍照了 - 好像有人跟我職位重複 - 我們中路2 - 因為現在已經到季後 - 因為我們現在錄的時間點是在地形賽的尾聲 - 那已經快到季後賽了 - 應該兩隊我覺得對局季後賽都沒有什麼 - 應該都沒有問題 - 應該都能進 - 去看有沒有富二甲 - 對 - 這是都有機會去世界賽 - 你們目前自己認為 - 如果你們移個第三者的角度 - 你們不是在旁邊看 - 你們自己覺得隊伍的情況怎麼樣 - 還行啦 - 比之前好 - 現在比較像團隊了 - 因為之前就打得很 - 很像都愛打solo - 現在其實打起來 - 有樣子了 - 我自己的隊伍我自己是覺得 99%能進世界賽 - 99% - 真的嗎99% - 因為我 - 我自從進了戰隊或進了電競圈之後 - 我沒有一次缺席任何 - 真的耶 - 這是什麼 - 就是我 - 我代表說我一定有一次就是運氣 - 兩次有可能就是實力好 - 運過運氣 - 但是我三次的話 - 因為我也想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 其實在PCS的賽區 - 或是MS的賽區 - 其實沒有任何一隊的一個候選人員 - 或是結底的角色是 - 有辦法連續帶一些隊伍 - 三年都去世界賽 - 我在台灣這件事情 - 也是對我自己的人生的或成就感 - 成就感 - 就是一個目標 - 一個目標 - 你們掌握到一個點就是 - 每次都是最強的一隊 - 我們看我們今天第一年是採權 - 第二年是挖勾 - 第三年現在是Baddy - 還有之前的宗旨 - 我覺得都是 - 歷一代都是很強很強的ADC - 現在還沒辦法看到 - 但是五年後 - 大家再來看這支影片 - 就會知道了 - 五年後可以吧 - 五年後可以吧 - 五年後可以吧 - 五年後還在 - 或是他在加賽區發展 - 也有可能 - 一定會是最強的人 - 他開花了 - 都可以開花 - 如果破了怎麼辦 - 種子 - 種子 - 種子 - 好看 - 你們自己 - 因為我們回到正題 - 就是你們還是做社群的 - 對 - 在做社群的時候 - 你們假如說今天要發一個圖 - 或者是 - 可能發個名音好了 - 你們需要就是向上乘報嗎 - 因為當然這個界線問題 - 因為不只是你們會 - 在這個風口浪見 - 因為當然你們的老闆 - 可能也會說 - 這個畢竟是特科的戰隊 - 然後或者是什麼 - Peter的戰隊 - 不是Peter的戰隊 - 那就不重要 - 就是你們是需要網上報告 - 還是就是自己 - 算是自我審核完 - 這個應該沒問題就發了 - 然後 - 也沒有問題都自己負責 - 怎樣 - 應該說我們沒有人會去管 - 但是每次做完 - 因為我們現在是找一個 - 小編男做人 - 他就會丟到我們去 - 破潛組組 - 大家討論 - 但其實主要是不要碰到 - 手足其實是政治 - 幾乎沒什麼問題吧 - 人身攻擊 - 這三個不要其實 - 不會有什麼問題 - 那我自己這邊就是 - 英特是完全 - 就是完全不幫人給我 - 到我做這個社群的管 - 就全權處理這樣 - 全權處理這樣 - 所以他基本上也不太會 - 對 - 也不太會 - 也不太會 - 有任何的想法這樣 頂多他就是 - 覺得這個很好笑 - 截圖給我看說 - 欸你今天做的蠻好笑的 - 但是那個梗就可能 - 已經是五年前 - 而且他的痛調其實跟 - 我們選手的痛調比較不一樣 - 所以我就覺得好笑 - 他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 這樣 - 那這個應該還沒有問到 -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 - 如果以自己做的來說 - 你覺得自己做的最屌 - 然後最有成就感 - 然後最有創意 - 然後社群的蠻意度最高 - 的迷音或圖是什麼 - 這樣我要講麻雞 - 沒錯 - 我覺得那時候最屌 - 應該是跳什麼 - 可是那個只是 - 你就只是在視訊後面跳繩啊 - 但 - 討論度啊 - 這群變活絡了 - 大家希望看我們贏啊 - 有嗎 - 因為有贏了我們才有視訊 - 喔 - 是不是 -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沒有什麼 - 沒聽你選手 - 所以就是 - 用這種方式去 - 讓大家希望我們贏 - 就關注你 - 然後我先用我跳繩 - 然後之後我就把 - 一些梗塞到選手身上 - 大家就會自己選手 - 像那個什麼 - 貝多芬啊 - 他彈那個烏克利 - 那種感覺 - 那為什麼現在就比較少 - 現在比較少 - 都玩完了 - 沒梗了 - 沒梗了 - 你也會沒梗喔 - 沒梗 - 沒梗 - 哈哈 - 讓筆劃其類 - 你覺得你做的最好的 - 我覺得我是影片 - 因為我之前有跟 - 爆炸頭有合作一支 - 賽前垃圾化的 - 喔 - 我知道 - 問一下 - 那個企劃是我覺得 - 我一直都想要做 - 但是我一直在找 - 什麼時間點適合 - 跟找一個合適 - 適合的隊伍 - 因為我做那個企劃 - 必須要 - 也兩隊都需要有一個人 - 是跟選手比較好的 - 你知道他什麼東西 - 是可以開玩笑 - 你不能開玩笑 - 你知道選手的 - 身體狀況是什麼樣子 - 你不可以在一個人家已經很低潮 - 你還在那邊嗆他 - 我覺得這是不OK的嗎 - 而且還有戰隊的形象 - 像這種的 - 這種的垃圾化企劃 - 不太能跟 - 比方說C開頭的隊伍做這樣子 - 因為他們比較需要經過 - 深深深的審核 - 這比較不適 - 那我想要找一隻比較 - 感覺什麼都OK的隊伍 - 那我覺得他們蠻適合的 - 蠻隨便的 - 就可以做這樣子 - 就是比較能夠開玩笑 - 那我問一下 - 那個我非常有印象 - 而且我覺得你們算是 - 因為其實其他賽區都有在做 - 像LPL我們的肌肉賽 - 或者LEC - 他們其實都有在做 - 那你在做這個發想的時候 - 這個提案的發想的時候 - 我可以問一下那個 - 那個算是互嗆的梗 - 是你們會先想好讓選手講 - 還是選手自發性的就是 - 我想嗆我們就講 - 那時候的狀況是 - 我們兩個都選好一份稿 - 就是專門嗆 - 我們兩個去嗆我們自己隊的隊員 - 然後寫好之後 - 再把它交換給對方 - 再修改一下 - 再修改這樣 - 如果在現場錄影的時候 - 他們有想到什麼新的 - 或覺得好笑的 - 那就是一樣去反應這樣子 - 我會先 - 我會先給他們看 - 當他們想他們要怎麼回嗆 - 回嗆 - 這樣部分是當然現場錄的 - 我也是先給他們看之後 - 再給他們看 - 再給他們看 - 再給他們修改一些建議這樣 - 比如說這個回嗆 - 我覺得沒有到位 - 我就跟他說 - 你應該要更可能一點 - 這樣 - 那個流量很高 - 那個蠻好 - 因為我現在都還有印象 - 那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找PSG嗎 - 因為他那時候在上面 - 沒那個地區 - 他在下一輪 - 因為201年的PSG - 是在香港 - 我沒有印象記錯的話 - 而且那時候 - 還有Gory跟Bury - 我會覺得 - 嗆不下去 - 我要怎麼用韓國文嗆人 - 怎麼用韓國文嗆人 - 怎麼用 - 這樣請他們翻譯就好了 - 這樣就不好笑 - 因為我們台港澳賽區的觀眾 - 比較不能Gay到他們那些頂 - 那今年的季後賽 - 你們會考慮嗎 - 就在一樣重複這個企劃 - 看會不會打到 - 看會不會碰到 - 因為我們之前 - 先找別隊啊 - 可是別隊其實就沒有 - 這一team - 這一team - 可以吧 - 感覺都 - 今年感覺說那可以 - 不太狗言笑 - 你說不太能夠去這樣子開玩笑 - 就是 - 講的一點點 - 其實我跟JD選手 - 其實沒有到 - 每一個都很熟 - 我只有關運勢或恩碩 - 側掌會比較熟 - 我跟華哥或是跟布魯斯 - 我完全不認識 - 不太敢知道 - 他們的玩樂程度可以看到哪裡 - 所以就可能如果真的要的話 - 也是要找他們的可能 - 後勤去討論這樣 - 因為我覺得現在 - 因為PCS得說 - 它今年因為有 - 算是HPS的關係 - 其實流量非常高 -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 - 可能各個戰隊也可以想辦法去 - 趁他們 - 對 - 趁現在很多人關注的時候 - 想辦法去拔地的隊伍 - 可能讓更多人看到 - 這樣就是個方法 - 因為像現在 - 兩位穿的也是 - 這件是舊的外套 - 這新的 - 哪有這舊的 - 你們穿快半年了 - 然後文藝穿的是跟巨人合作的 - 我有看到 - 這個合作是要怎麼談到的 - 這個合作 - 還蠻屌的 - 我們老闆站站的地方 - 人脈很廣 - 它就有辦法跟木棉花還是什麼東西談到 - 他們在一起談到 - 這樣 - 合作出的CAA - 那其實銷量也都還蠻不錯的 - 假 - 其實電競圈跟所謂的ACG圈的 - 受重程度 - 有一部分 - 蠻大部分是沒合作 - 就是重疊在一起的 - 所以其實 - 大部分會看過巨人的人 - 喜歡電競的人也會看過巨人 - 啊 - 誰沒看過巨人 - 還是有人會看過巨人 - 還是有人會看過巨人 - 還是有人會看過巨人 - 像你這個T恤也是新的嗎 - 之後會賣的 - 之後會賣的 - 叫做 - What you are doing - I'm watching DCG -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 就是 - 在看什麼 - 我在看巨人 - 人這種感覺 - 爛嗎 - 突然聽不懂 - 不會很爛 - 不會很爛 - 不會很爛 - 我跟真正說 - 不會我沒有說很爛啊 - 因為你們現在 - 那你這件一款多少 - 還沒訂 - 賣800可以嗎 - 用嗎 - 應該不會這麼會吧 - 那680 - 應該差不多 - 這件690你會買嗎 - 690 - 送 - 不要送他 - 每個人都送他 - 690 - 690你會買嗎 - 我當然不會買什麼垃圾啊 - 那你這件外套多少錢 - 這件外套多少 - 好像1500吧 - 沒有這件外套 - 還沒1500啊 - 這件外套2080 - 哇 - 可是在後面有巨人很帥 - 但是都我有巨人 - 真的有巨人啊 - 你穿巨人出去幹嘛 - 很帥啊 - 很帥啊 - 我今天是可莉玩家 - 我都穿可莉的衣服 - 而且 - 幾度 - 幾度 - 而且我覺得BYG -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 你現在帶BYG口罩出去 - 大家是會認得的 - 很多人帶BYG口罩 - 就是這個是 - BBYG口罩是有儲權的 - 就是不一定是要這個圈子 - 比較有趣的事情 - 就是我們現在住在三種部件 - 然後我們那一邊有很多的 - 什麼店家 - 比如說什麼SAVEN啊 - 全家規矜 - 每一次經過 - 他們都會戴著BYG口罩 - 他們還會後面不跟我們相認 - 可是我們看得到他戴口罩 - 我就覺得他應該 - 而且他眼神看得出來 - 認得出來 - 大概也知道你們 - 對 - 可是他不會 - 可以跟你簽名或拍照的嗎 - 他們我覺得他們就是蠻有趣的 - 偷偷支持我們這樣 - 誒誇張 - 那時候我去三重幫他們拍東西 - 帶他去SAVEN - 跟店員好朋友在那邊聊天 - 他是他們的粉絲 - 不知道你常去SAVEN - 也會跟店員變成朋友 - 不是他知道他們是誰啊 - 而且我們現在SAVEN都是不用 - 我們要喝咖啡 - 他就不用錢 - 很爽 - 這麼好 - 那你給我一件 - 你去 - 他會認得你 - 我那時候後來去買 - 他也是我帶子 - 你說帶子嗎 - 兩塊 - 你們穿了喔 - 那DC居雷你們現在這樣子 - 如果出去穿著外套 - 你們是有可能被認出來嗎 - 我一被認出來就是口龍 - 少數就口龍會被找牌子 - 東山跟HANA不夠紅喔 - 還好 - 口龍是最長 - 真假的 - 因為PSG的應該 - 應該是去傳說貨一直被拍照 - 因為你的頭膽這樣 - 我沒有上場 - 可是他女頭帥啊 - 而且你不是現在也有掛一個這個 - 傳說對決選手 - 你是直接選手 - 我怕被騎了 - 怕被騎了 - 因為我有聽同事講 - 我們PSG的衣服穿出去 - 其實也不太有人會認得 - 大家會原神出球 - 他不會覺得你是電競戰隊 - 可是因為我們民進選手比較多 - 應該他們出去 - 你們平常陪他們出去 - 誰最容易被找拍照 - 其實都還好耶 - 真的假的 - 有沒號耶 - 之前去英國的時候 - 科基跟俊佳會被認輸 - 還要講一個 - 跟我們賽區 - 關聯性比較低的 - 科基俊佳 - 可是他們 - 他們紅內不是因為B系列賽區 - 他們也是因為去L再LDL - 連在英國都可以 - 強喔 - 剛好過 - 一個小故事 - 我們去法國的時候 - 最後一晚這樣會過 - 我們兩個跟DG - 喝酒 - 因為他穿著隊伍 - 上面是PSG的Logo - 我們結帳的時候 - 我們就請那邊法國的 - 就是他朋友 - 在那邊流行 - 他就請他跟法國電說 - 他是PSG的耶 - 只是選手 - 然後他就PSG - 完全不想表演 - 大家有沒有想說 - 你們是什麼足球隊之類的 - PSG - 第一次是PSG的 - 就是我們母隊 - 足球隊在巴黎那邊 - 就是超級紅 - 路上可能會有人穿著他們的球衣 - 屋利是穿著那個球衣 - 可是我朋友在那邊跟 - 就講幹話在那邊說 - 這個是PSG的電競隊的 - 職業選手 - 完全不在 - 因為說因為他怨你們喝醉啊 - 外套拉下來給他看背號 - 他那天 - 那天剛好有拍攝吧 - 他就直接穿著隊伍 - 所以是跟體球隊同一樣的 - 那個沒有在賣 - 那個沒有在賣 - 那個沒有在賣 - 那你們自己有在社群做過哪一些 - 方面的算是努力 - 然後去推你們自己的 - 這個算是對內的產品嗎 - 我自己就是一直在偷偷工商 - 譬如說我就會請 - 因為其實我覺得戰隊工商 - 我們有一個大玩丁特嘛 - 那其實丁特的 - 怎麼講 - 轉換率就是觀眾的購買頻率會比較高 - 就是說我都會請丁特 - 譬如說幫我拍個照片啊 - 幫我上門IG線動 - 其實買的人就很多 - 反而自己戰隊的宣傳 - 我自己覺得 - 效果沒有這麼的顯著 - 我自己是怎麼的 - 那DCG呢 - 我覺得很難 - 為什麼 - 因為其實我覺得 - 怎麼會宣傳 - 可是很多社群的東西 - 就是連結到隊伍 - 隊伍沒有成績就很難做 - 隊伍如果有成績 - 就很好做 - 好像有成績也不一定耶 - 因為PSG - 東西也沒有賣得很好 - 我記得 - 因為粉絲很多啊 - 中規中局還是 - 還有到中規中局 - 那你們會覺得 - 因為在社群方面 - 我覺得這也可能是 - 會比較受限的地方 - 就是因為現在 - 沒有限下賽 - 所以第一個是 - 當然東西會不好買 - 因為你穿這個衣服 - 你不知道在哪裡 - 對你也是 - 你穿出去別人也不知道 - 是在幹嘛 - 然後你帶別人去口罩 - 你可能就別人就 - 如果不是這個圈子 - 他就以為真的就是一個 - 有這個造型的口罩而已 - 你們會在一個社群的角度上面 - 會希望就是在有限下賽 - 因為今年的總冠軍賽 - 是有限下的嘛 - 這樣第一個是 - 因為你們也會有比較多的素材 - 然後你們這邊也可以擺個小攤位 - 就算你們淘汰了也比差 - 我們傳說有在做 - 傳說有去現場賽 - 你們會覺得這樣子比較好嗎 - 如果在社群的角度上面 - 有限下賽當然一定是最好的 -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跟本事 - 有近距離 - 比如說面對面的互動 - 這樣子會讓黏著度也變高 - 因為其實像這種實況的東西 - 本來就是一個 - 大家可能都只想看某一個隊伍比賽 - 比如說對你比較紅應該是地獄組 - 他們可能就是7點準是守在 - 然後看完人就閃這樣 - 像我今天看Twitch的觀眾書 - 本來有地獄組是大概2萬2吧 - 2、3萬嘛 - 剩1萬3 - 剩1萬5、1萬2這樣子 - 我會覺得差就差太多了 - 但是如果有現場賽的話 - 某一部分也可以凝聚粉絲的力量這樣子 - 但是我覺得現場賽的氣氛 - 不一樣 - 就是真的很熱血的感覺 - 如果你去看棒球看籃球應該是意思 - 我去人去世界賽的時候 - 那時候在墨西哥參觀 - 那時候我們第一場贏LOB - L O U D - 然後贏那時候就全場大喊 - BYG - BYG - 然後那時候我在台上 - 我都覺得 - 我是何德何能 - 我可以站在這裡 - 即使我不是選手 - 我只幫我們遞個水 - 或是幫我們世界世界賽的人 - 那時候我就覺得 - 余耀榮演 - 余耀榮演 - 我是標的一間藝人 -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棒 - 我自己覺得我那時候是最棒的人 - 那要變成動漫主角 - 對 - 然後開始環繞 - 所以我覺得現場賽這部分一定是 - 台灣像這個和平安球館 - 我就很期待 - 即使我們站在這裡 - 包括會進 - 我是覺得會有進 - 我也覺得我們會進 - 那他們沒進嗎 - 不可能 - 看你有沒有覺得你們會進 - 不可能 - 我們的目標是首爾啦 - 我們已經在學韓文了 - 我們的目標是首爾場館 - 對阿 - 怎麼...那個世界... - 從人不進 - 從人不進 - 從我們嗎 - 我們 - 像我們 - 因為其實進了就有世界賽了啦 - 然後你可能忠實秩序的問題 - 對 所以現在忠實秩序 - 在PCS也沒什麼差 - 改一次 - 改一次 - 那就... - 只能... - 就是... - 刻刀一點啦 - 希望你們加油 - 因為你們兩個是加油也不錯嘛 - 但如果真的到了這個賽場上 - 難免就還是要... - 不然又不是我們打 - 都不是我們打 - 我們還是可以開玩笑 - 我們贏得輸了 - 我們還是在那邊吸不笑的 - 你們都還是會想要 - 跟著隊伍一起到別的... - 假如說到國際賽這種地方 - 一定會阿 - 對阿 - 我那時候剛進這個電競圈的時候 - 有夢想說 - 我已經要去世界賽 - 我才要離職 - 然後低迷的打鬥 - 我就覺得... - 好像沒什麼難度 - 然後我就想要挑戰一些 - 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 因為你們社群方面其實要在... - 如果說真的要做... - 在工作上面啦 - 做到更深層的突破 - 是不是就比較難 - 因為你們做的事情就是比較... - 就是比較自私 - 然後比較有限制 - 怎樣 - 我覺得要從... - 慢慢把... - 找人開始 - 慢慢的沒有自己的團隊 - 然後你有規劃一些事情 - 是有辦法讓你... - 玩什麼就有感覺 - 不用說我們最近在... - 設計機的周邊 - 然後從設計出貨 - 包貨跟廠商找尋 - 都是有我的補責 - 我們就會覺得... - 是有成就感還是什麼 - 那T5要去包貨嗎 - 喔 T5有... - 我們不是地獄豬 - 哈哈... - 胡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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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問他們阿 - 要裝嘴嗎 - 但我有聽說 - 這應該解也沒差阿 - 要裝嘴 - 反正就有一次是誰忘了 - 就那時候好像有點趕什麼之類的 - 然後後面就胡曉還是會去場館嘛 - 雖然他不會上場 - 但他都會帶一份備份的 - 然後就回去給他們用 - 後來有人忘記帶 - 那樣子... - 不錯阿 - 很棒 - 他一直在阿 - 其實這樣蠻好的耶 - 因為就是... - 下雨感阿 - 就... - 這樣講嗎 - 超難聽 - 超級難聽 - 像去比賽的時候 - 他有沒有上最後一場打CATING - 然後... - 原來錯他了 - 還會輸 - 沒有 - 那個時候就已經 - 欸? - 第賽第一了 - 對啊就沒有差阿 - 沒有差嗎 - 我覺得是沒有差啦 - 趕快... - 因為那場是我播 - 趕快輸一輸 - 大家趕快下班一下 - 對... - 我等於說那場比的是我播 - 其實那場大家都打得不好 - 我記得挖頭跟無敵玩的也不是很好 - 我記得是露娜貼到那個牆上 - 就整個綁大 - 對... - 我那場印象超深刻的 - 因為我那場最後一把 - 而且... - 為什麼那場我印象很深刻呢 - 因為那都是我們要慶祝立賽第一嘛 - 那天就是PSG的慶功宴 - 然後我第一次 - 對... - 我第一次坐他們的那個... - 戰隊的巴士 - 然後我就坐上去 - 幹超像鈴車的 - 那個氣氛超差 - 然後我想說 - 其實已經立賽第一了 - 這把的確是... - 不影響排名嘛 - 然後就想說 - 幹... - 到底慶功個屁啊 - 氣氛超差 - 沒有心理慶功 - 就是然後真的到慶功那邊吃的東西 - 因為我都是跟那個公司的人做 - 我們那邊就... - 欸... - 那個彈笑的 - 很開心啊 - 然後那個戰隊那邊就是乖乖吃東西 - 那就不行 - 這很難感 - 可是我覺得就... - 好像也沒有辦法耶 - 因為... - 就只能這樣啊 -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需要有 - 像兩位的這種... - 氣氛調節的出來 - 因為那個時候你就是... - 你就要去帶氣氛 - 你就要去... - 拔悶鬧派 - 或是你可以... - 自己主動去做他們那一種 - 幹什麼... - 抽菲苦臉... - 要幹嘛... - 我們第一名... - 打不好而已... - 讓他們那麼開心一點 - 或是你可以試一下把... - 譬如說... - 那時候心理很低 - 我就把他拉出去跟他聊一下 - 然後讓他們暫時抽離那個現場 - 然後讓他們比較心理好一點 - 他比較... - 他比較年齡 - 而且他... - 他現場啊... - 對... - 他... - 我覺得我跟他關係就是... - 其實他... - 我們兩個現在... - 他是很好朋友 - 然後我們都會互相... - 自己要分享... - 我們自己的心事... - 然後那些... - 他經過要什麼衰吃... - 他會跟我說... - 他會問他一個... - 笑死... - 哈哈之類的... - 超服演... - 他為什麼... - 加油... - 加油... - 因為給他雞湯嗎... - 差不多了... - 差不多了... - 那假如說今天你有跟別的... - 哪一隊選手比較熟啊... - 之前同隊其實都還熟... - 那他們現在也會像... - 蜜文藝這樣子... - 會... - 因為都是老人啊... - 老人才不會... - 會學習... - 因為今天對他們來說連敗就是正常了... - 大家覺得有點... - 連敗就是正常了... - 我就說那個... - 不是輸比賽... - 連敗是正常... - 我們如果比賽說... - 我就說... - 你怎麼那麼... - 那麼爛... - 怎麼輸了... - 怎麼這樣... - 都太差... - 都撞到了... - 我會比較用... - 開玩笑方式的關係... - 其實我也覺得這是我們對一個傳統... - 譬如說之前21年的時候... - 踩腿去LPL... - 然後... - TK... - 退役嘛... - 其實我們到現在都還是會固定的去聊天... - 踩腿像... - 最近他要準備押韻... - 再回台灣... - 他沒有一個訓練的場所達... - 還是來我們基地... - 出去呢... - 這樣... - 今天要來... - 這樣... - 我會覺得跟選手... - 培養關係... - 或是培養... - 好... - 當朋友的身份... - 我會覺得對於往後我們在對的事情... - 稍微有更多的幫助... - 這樣... - 這樣... - 我想一下喔... - 那... - 你們自己在做這上面... - 目前工作啦... - 有遇到什麼比較大的困難嗎? - 難題... - 難題我覺得沒有... - 因為其實... - 我沒有把... - 這個當作工作... - 這個當作工作... - 對... - 我會比較想當成那種社團的感覺... - 把它當作自己的東西... - 去做... - 就是興趣... - 對... - 我有剩下班時間啦... - 如果我今天... - 事情要忙... - 我也不會管... - 這樣講... - 我是阿... - 但我女朋友會罵我... - 你老闆不會這樣... - 不是... - 我的意思說... -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責任... - 就是我事情做完... - 就是... - 不會管... - 就比較鬆一點... - 對... - 因為當初... - 我想要這麼能講... - 因為其實我當初進去... - 是因為我有自帶器材... - 我帶了大概40萬的器材... - 進去... - 然後... - 我的條件就是... - 你要讓我接他... - 不然我不會提供器材... - 我懂... - 所以就比較自由... - 他們也信任我... - 然後我事情都有做... - 是嗎... - 你有時候跟我唱歌的時候... - 偏偏覺得怎麼辦... - 沒有... - 我還在趕時間內趕出來... - 只是在擔心... - 但我還是會解決... - 那文藝咧... - 我自己的話... - 我自己遇到的難題是... - 我覺得這個可以... - 結合在一起講... - 除了我之前一半工作室... - 丁克的... - 頻道的剪輯室... - 跟企劃還有攝影... -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 因為我每... - 其實那時候就是雲端作業... - 就不太需要進行工作... - 不用進行工作... - 所以我就... - 自己在淡水住了一個房子... - 然後養一隻貓... - 我每天起床就是剪片... - 剪完... - 然後打遊戲... - 睡覺... - 貴貓這樣子... - 然後我曾經有告訴他... - 兩個禮拜都是沒有見到真人的... - 就是... - 我沒有看到真人對話... - 所以那時候21年的時候... - 我就想說... - 我一定要離職... - 因為我覺得這個狀況... - 很不好... - 然後我自己也會有點悶這樣子... - 所以那時候離職派... - 還要去... 21年的塔龍... - 就是THG... - 那時候總結是土龍這樣子... - 喔... - 所以那時候就要來我們這了... - 我本來是接... - 應該是一人那個位置... - 喔... -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 今天你來一夜... - 沒有... - 沒有... - 我沒有這樣說... - 我就說... - 死的狀況... - 同樣... - 任意當年了... - 他現在二十多好的出演... - 任意當年了... - 任意當年了... - 任意當年了... - 我本來是要來THG的... - 所以那時候我跟TDZ... - 已經談好薪水了... - 然後到職日... - 什麼... - 合約保險都已經準備好了... - 要等我過來簽了... - 下禮拜一就要來... - 然後禮拜六跟TDZ說... - 誒... - 誒... - 是你放鳥... - 是你放鳥... - 我放鳥土龍... - 對... -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都... - 像... - 土龍天然目前是我們的顧問... - 所以其實在這個事情... - 我為了當年剛好就說... - 兒子那時候... - 很不好意思... - 因為其實我跟TDZ... - 但是比較認識比較久... - 而且我也覺得TZ... - 相信我的方法... - 他也不會拉我進來... - 然後那時候... - 進去之後就... - 你說說換一個工作環境嘛... - 對... - 所以你的意思是... - 一人之間你不要了... - 沒有... - 還是這個話... - 蛤... - 不要去排這邊... - 不要去排這邊... - 請問一下... - 因為我也是土龍找的啊... - 對啊... - 那我自己好奇... - 因為之前土龍... - 前陣子... - 沒什麼... - 春季帶來的... - 那... - 他今年大概... - B2G 之後... - 對你們的... - 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 土龍的話... - 主要是顧問的身份... - 那其實在... - 如賽訓團隊的部分... - 方面的話... - 幫助比較少... - 是在我這邊的幫助比較大... - 比如說... - 他會跟我說... - 贊助商的一些事情... - 細像... - 或者是所謂的... - 跟選手拍到的時候... - 用準備的方式拍到... - 然後他也有效的... - 幫我去... - 抵擋一下... - 丁特的事情... - 丁特從自己想問的... - 那... - 土龍就會幫我... - 回答... - 然後他還可以幫我... - 扛一些社群的泡沫... - 沒有... - 其實我主要就是要問這個... - 他自己... - 也常在社群上面... - 發言嘛... - 有自己的一些... - 算是... - 三口發言... - 言論... - 這樣... - 他... - 你... - 會比較擔心這部分嗎? - 因為他其實以前在PSG也是... - 是手炮... - 就是他會有自己想要講的事情... - 這樣... - 其實... - 土龍現在顧問的身份... - 他... - 我不太擔心他會做什麼... - 因為我會覺得他已經是一個... - 三十幾歲... - 有小孩的人... - 我會覺得他自己應該也要有... - 掌控言論的能力... - 就是你要說什麼話之前... - 你就要記講一下... - 後果是什麼啊... - 半角柔真的後果很差... - 我們就... - 還是需要人家說... - 還是我不要這樣做... - 回去叫他不要這樣做... - 因為他之前有一次... - 我們有一次打輸比賽... - 打輸... - 地獄出... - 對... - 打輸這件事... - 打輸這件事... - 打輸這件事... - 那時候我們就輸完之後... - 就是上禮拜的事情... - 然後土龍就... - 在修律師跟大家講說... - 我們這... - 我們歷行賽... - 還是... - 我們現在跟這件事很多... - 在歷行跟這件事很多... - 然後跟他講說... - 我們... - 有機會機會遇到他們... - 再更努力一點... - 可是這時候空月... - 就有一點反應... - 他就說... - 我們跟這件事不一樣套路的東西... - 我們兩個隊伍不能這樣子去相比... - 而且我們一定會擊敗他們... - 我會... - 後面就會跟土龍說... - 當下... - 情緒都不好的時候... - 我覺得不要... - 講這種話比較好... - 是等... - 比如禮拜一或禮拜二... - 大家... - 是一個比較開心的狀況... - 我會覺得大家... - 比較偏僅... - 不然那時候講再多話... - 我會認為對熊來講... - 就是一個... - 他們直接吸收不了... - 推薦不了... - 因為賽後講很多了... - 輸了講什麼都說... - 我覺得賽後就是輸了... - 輸了就是拿一個... - 沉澱冷靜然後把他們帶回去... - 帶回去之後... - 主動問他們要吃什麼... - 把餐廳準備好的時候... - 讓他們檢討... - 檢討完之後... - 可能想起他們就會附到以前的狀況... - 但因為我覺得... - 以一個觀眾的角度啦... - 就是我今天脫離了... - 我是賽組的身份... - 我會很想要看選手在... - 平常的練習... 或者是說比賽完之後的 算是當下的情緒 輸或贏都可以 就是你們兩隊其實也都是有在拍 對我算是紀錄片的嘛 然後也有蠻shake的 你們其實會覺得做這個東西 對選手會是一個負擔嗎 因為假如說你今天就像你們這樣說的 就已經輸了 然後還要面對鏡頭 然後可能他們又沒有辦法那麼放鬆的 把情緒真實的講出來 這個你們有想過類似的企劃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是觀眾比較想要看的東西 應該說我覺得觀眾比賽都看你 大家其實想看他們私下的 就是想看這個選手他平常到底怎麼樣 其實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他們輸的話不會想被拍 但是因為其實平常拍已經讓他們 有點習慣盲目 所以因為我平常一直會一直拍 不管他們在幹嘛 你就洗澡是不是 你洗澡我拍 他們上次都不會拍 這可以講嗎 可以啊 PG也上這組 我會發 我有一次有發 PG也上這組還好 你有沒有照到那個 不是你去照...在幹嘛啦 不是你在拍一片喔 你又沒有拍 不能露出的東西 就是無數哥他們覺得 有人在拍是正常 先讓他習慣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我會發現他們其實會抗拒 抗拒什麼 就是他們其實眼神會 告訴你說他們不想被拍 那我就可能就掉個長信頭在遠拍 不會盡量不一定想被他拍 可是你們做這群你們不會覺得說選手就更應該要 適時的在有機會之後展現自己 對真實的音樂 其實我覺得這對他們的職業生涯也是好的 或者之後退役 對他們來說可能轉實況 或者是什麼其實都是好的 但現在的選手是不是都比較沒辦法去 算是 接受這件事情 可能就不習慣鏡頭 或者就是不喜歡這件事情 或者就是懶 你們兩個會怎麼覺得 應該說我覺得現在選手比較不會想 就是經營自己 就是不會想把自己 當成明星選手去看待 那他們自己不願意去經營自己的 我們再怎麼推他們也都不會有效 另外一句也會這樣嗎 因為其實你偶爾會看到你們 可能你們選手開台的頻率是低 要靠不低 對 那就是在這方面 你們有規定他們嗎 還是也是讓他們自己發揮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土龍從LSC回來之後 其實我跟他聊過這個事情 就是他說LSC的通常其實就是 比較像是他們會打造明星選手 而是有可能 或有可能 他的比例可能 我們在台灣的比例可能是7比3 比如說我們經紀實力是7 然後3是後面的 比如說所謂開實況 都會幫他們做周片之類的 但是在LSC那邊有可能是 5比5 就是LCS嗎 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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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就像 就像Lavron James 為什麼他會 我記得我查到新聞 他是每年拿時間多萬美金 但是拿一個NBA冠軍 拿到冠軍之後 你的總獎金只有500萬美金 他剩下的3千萬多萬美金 是怎麼來的 就周邊賣錢的 賣周邊的 門票錢的觀眾的收入 如此之類的 像是 像PSG好了 PSG有一個中藩選手 叫Maple 那Maple他的實力 一定是永不共睹的 但他還有一部分的 另外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他的人氣 他的一些社群的經驗 編輯效應 編輯效應 所以他真的有辦法 成為一個好選 就是今天選手可能是 每個5排 東山跟Maple放在一起好了 我覺得我把這兩個 放在一起 東山跟Maple放在一起 然後 實體如果覺得差不多 那如果Maple 沒有選Maple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有所謂的編輯效應 他帶來的流量 就很高 對 那個外價值 其實像你們21年 有Maple 跟22年沒Maple 其實在社群 大概都看得出來 就是說 流量數據率都會降很多很多 然後23年現在有Maple回來之後 其實成績一定不會是以前 就是你22年紀錄 你們達到了 所謂的MSI 跟你23年沒有MSI的同效 我覺得都一定會很差 這是我在經營社群這三年來 感覺到比較深的東西 那你們有嘗試說服選手這件事嗎 還是 就真的退不到 我對是 你有推過 之前我就逼他們實況 後來他們實況就是 打遊戲不開麥 不太聊天事 那 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 他們想的太少了 他們沒有想到退以後 知道他們要幹嘛 他們想要趁這個 他們有曝光的機會 去好好努力去 讓自己有更多的效果 我這邊也是 我們這邊就是 能夠做 我就心想管他們去做 比如說盃體比較多空 因為他們想要做實況方面的東西 我就跟他們說 你實況方面可以什麼 讓你做得比較好 然後你要怎麼樣 吸引球 炒話 比如說我跟他們說 你開台贏了 今天比賽贏了就開台 你結束地獄族那天氣 我也跟我說空虜說 你下去開台 然後你就去 你就去重擊之類的 舉例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 有些人就會接手 就是抗拒 像我們的 中指就比較內向 那就比較抗拒 那其實我們家學手都相較於DC局 可能我聽起來 我們學手還比較還OK 你會學手願意開始播 然後願意開麥 願意給大家打賽 這樣子 這樣子 的情況下 會小 就是因為我覺得選手 這個可能是個性上面的問題 或者就是 年紀小嗎 不知道 像爆炸盒出的就是想的沒有到 這麼的多 應該都想的不夠 我覺得想的不夠遠 對就是他們想的沒有到這麼遠的情況下 你們就是身為這個 甚至比較大哥哥的身份 會替他們的未來擔心嗎 因為這個也是我其實在看 現在年紀選手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真的能夠轉 這個從Low這塊轉 直到別的地方 或是能做別的事 其實很少耶 如果人家總部選舉 一定要好笑 也不一定啊 你說像Driver那樣 對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而且他現在又搶 對我現在就是名氣選手 我覺得他是現在PCA 最有能力可以打造名氣選手 對 其實我覺得Driver跟 比如說Driver或Risk 我都覺得他是一個特例 他就是比如說你今天 今天換個立場換個角色好 比如說今天是第9年的隊伍 打力第10年的隊伍 然後第9年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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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敢一定不會比Driver跳舞還來的 因為會覺得 他本來就是想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過他覺得這是一個 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那車廂的部分 我覺得他也是間接的帶動了 這個賽區有過敏性 因為他不會的心情是限於 大家會關注今天車檔會做什麼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增加看點啊 就是討論度會變高 那你們有會這樣子想 希望自己的隊伍 或有隊員可以消防這樣嗎 因為你們也都是 對 他們其實很近啊 他們不會主動 所以 那你啊 所以我就會試著去帶動他們 但是他們就是看我笑話 就覺得我上去看他們幹嘛 他們就是在旁邊看 他們會覺得有這種人 因為2G就是也真的是沒有 我們之前就 我們之前其實我們那時候 有個好笑的事情就是 我們22年進世界賽的最後一場 就打2G 我們都2比2 我們要贏了 3比2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那個陣子 我們小孩看獨運幣 獨運幣的比賽畫面就是 他快贏了快贏了 他就全力打拳 然後我們其實就去拍那個畫面 那時候我們贏的時候 我們全隊都可以一直打拳 我們有什麼印象 是沒有take到嗎 應該是沒有特別take到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他們其實是放得開 但是他們要在一個 情緒很激昂的時候 沒有包覆的時候 已經贏了一定是冠軍 對 他們還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我都不太會迷惱他們 因為我會覺得那是一個 當他們自然而然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我特意需要他們來的 有區域 你什麼都會不會 我不知道問公司 才開始拍 你有先想好跟 你之前說 都會打一D主 我跟他戒不死嗎 我跟他戒不死 然後我到這邊走到我們兩個 你都找到你們的隊伍後面 你跟他戒 然後已經見到了 他說他應該會戒我 你是問笑笑 但他有點壞 我就這樣 因為他現在換包包了 所以你就現在來用 你們自己買一個 我買不到 桃園要生小孩 我打電話去問 我打電話去台灣證明 我打電話去台灣證明 真的假的 現在來得及 來不及了 你就是去 抱個戶口 我也知道 我要先去桃園 這樣我覺得你們的工作壓力好大 就是 因為 如果跟主播在女生上 你們就是你無時不刻 都要關注社群的東西 然後你要去想 各種梗 然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們上班就算在看影片 很爽 看影片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是蠻開心的 我是不太開心 沒有這樣子 你剛想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我們爽 沒有 我覺得我是蠻 因為我看什麼東西 我就會去想 他怎麼能有 因為我現在開始開了一半 我看了一個招牌 我就想他寫一個人 這應該是我的樂趣 所以我好像樂趣 你說像重新錄一遍那種 對對對 重新錄三段 因為這個可能 我覺得先進產業的後期 大家真的比較 那個比較陌生 因為你接觸不到 你就是看 因為選手很簡單 你就打比賽 但其實很多的選手 就像最近開始講到 真的是 生活自主能力都比較 差一點點 因為他們可能從 17-18歲 就一直在戰隊生活 然後 戰隊的人就會替他們 拔死拔尿的這樣 我想講一個 他很誇張 就是 另外一句我覺得 是我看過 他對選手最好的 他會幫選手洗衣服 幫選手煮飯 他洗衣服是丟到洗衣機那種 但是他 全部人都是全部堆在廁所 全部堆在洗衣線那邊 你一直知道 好像選手是自己洗 我們也自己洗啊 我覺得他 他已經把他們寵到 太小baby了 對 但不會太寵壞嗎 可是我就覺得 比如說今天 他們洗衣服這件事情 我如果能做 我就經常做 比如吃飯的事情 我最近都會自己 然後我組完就會說 你組全隊 然後煮完 然後給他們吃 然後或者他們有些 比較很奇怪 就會傷痛 比如說他眼睛痛過幹嘛 我就會去買專門的飲藥水 然後跟他說 這罐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點 然後他們過來問我說 我不會點藥水 你幫我點 所以我變成是 我要每一天下午的事 然後就幫他們點藥水 點完之後 讓他回去一點 然後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回來一次 我們再幫他點一次這樣 幹 這敵方說 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對的嗎 對啊 對不對 我覺得有點太 這一定是不對 但是其實 你會想要他們專注在賽場上 對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現在 我不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輸了 你會後悔 我會後悔 我會說為什麼當時 不發點 不發點 又是不發點 這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壓力 就是我跟他說 如果我自己說 我現在不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很後悔 他們也要學怎麼生活 我覺得有點太夠了 但是其實像 像我們有一個悲喜 從NLP回來 他跟我說他們那邊的阿姨 是做更多的 他們會 我自己自認為 我自己是 這個團隊裡面的阿姨 對不對 他們說他們會 比如說他們吃飯都會很大力 然後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衣服就放著 他就有人去洗 然後甚至起床 他會有精靈 比如說12米 一點要團店好了 他們就一點的時候 就會咬你起來 欸起來起來 團店喔 然後他就打一句咬 沒有沒有 接你去咬 他就說 遇見還在睡直接開分 沒有 沒有 非常多年輕選手 是沒有辦法去噴的 然後他就說 不然我們在零半小時 才睡多睡15分 大樓陣 也可以 沒有我們就說 他預購了 也預購了 其實這就很 對他們來講 都很正常 他們來到PC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衣服要低 而且他們到時候 需要自己起床的時候 睡過頭他就會怪你說 為什麼你不來笑 對啊可是這個就是 需要夠放好 你看起來沒有 對啊 我覺得你這樣 看到時候你的需要 是別隊 別隊會很 那你說關我的事啊 沒有可能別隊 也有 阿姨或媽媽 那你低進去是完全沒有 我們都成年人類 傳說可能還會 傳說都十六十幾歲 但是說也都二十一二十二三二四 你還跟我說你不會洗衣服 但我覺得這是關鍵選手的一環 像是我們之前選手 有家人離世 然後他要去他 剛好離世 就比賽的前一號離世 就 他說他要去看他的那個 那種 去冰衣本看他的家人 這樣 我就還特地 我跟他一起去 因為我怕他崩潰手 我把他帶我塞一包到我口袋裡面 然後帶他去 然後看完之後 他很苦的地 給他一個人 然後他哭完之後跟我回去 然後我就拍拳 他說他沒事什麼的 然後兩回 因為我們怕影響到他的經濟狀況 所以這個狀況才是 我們需要去避免的 幫我們後勤的存在的 怪不可以 人家可以連續三年去世界賽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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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 脫了講話 這個不要講 你的前來跟他一樣 你的前來跟他一樣 哪有陰靈的比較多啊 你還有拿獎金 沒有 你是看哪個 你對自己可以分獎金 沒有 對啊 怎麼樣 講不出話來了 他是跟教練分同樣獎金 他做好多東西合理吧 靠要拔死把尿 我也拔死把尿 沒有 我覺得 對學生好 是要讓他成長 就是 身心靈都要成長 有點太過 你要適當的克制自己 我覺得你可以慢慢的給 但是就是盡量 因為我會覺得現在很緊繃 你現在跟他說 你以後期洗衣服 突然突然去塞 可以抱給你看 我下禮拜跟你說 髒衣服幫我洗衣服 誰要想出了 我洗衣服手好痛 有些人會說 叫你抱歉的時候 他就說 我手勢拿來訓練 我拿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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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麼 他反正在怪你 他反正在怪你 感覺你真的會被咬嘴 對啊 你要盡量去避免他們一切的 會影響到他們賽過的事情 不然你後勤的實用度 我會覺得 我會教他們怎麼做 不教他們怎麼做 這件事情不會是在比賽期間做的 你一定是在比賽期間做的 你一定是在比賽期間做 我賽期間就會 打他們的時候打理好 教他們怎麼做 這樣其實最直接的解決方式 也是對他們最好的 就是可以找一個幫忙的人 然後他們可能做一半 然後另外一個人做一半 然後也不用把累 但他就會跟你說 比如說他很完整 都要活到對半 為什麼你不羞毛做 很多人會這樣子想 我們這邊不會就他們 我們在比賽期間做 而且他有時候 就已經被選手騎在頭上了 他們覺得他幫我們做事理所當的 不做就是他的問題 你這樣子 他就壓力很大 他就來跟我們舒服 對阿 今天選手有口別的 他今天這樣錄完 感覺選手就是 如果我們以那個 選手角度就選擇DYG 會幫忙洗衣服 你看他去DYGG嗎 那邊也好觸操 對阿他們出的很大 對阿他們出的就是很大 對阿他們出的就是很大 我們現在是出的比較小 人家還有人煮飯 但那個我跟妳提一下 就是影響哥 因為他自己也算是 比較大實控組 然後自己社群影響力很大 那他自己對社群的想法 那時候20年的時候就跟我說 那時候20年的時候就跟我說 那時候20年是進去是做影響小編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說 其實你去那邊 你就是不要簡單一個影片 就是負責見我的影片 見過DYG頻道影片 你只是額過去而已 但是你做的是 你還是做DYG頻道 提示的影片 我那時候是說好 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 降效率比較大 收益也比較大 譬如說我同樣的時間 跟5小時 我會剪一次戰隊影片 但是我以前寫DYG的影片 他跟我說 那你剪DYG的影片 收益一定大於戰隊影片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這樣子 然後可以幫助戰隊的 營收成長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就答應了 可是到20年後面的時候 原本這件事情可以給你死 然後我後面就被拉到 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就其實有點 半放棄DYG頻道 我覺得DYG讓我很熱心做這件事情 我也沒跟他討論過 我就默默在改變這件事情 比如一個月本來前五次片 一個月兩次 然後再一個月一次 現在是完全一寫 這樣 我覺得DYG其實也很 很大部分程度 在包容我做這件事情 這樣 就是順從你想要做 對我想要做什麼他都OK 我要做周邊我要花50萬 他還說OK 沒問題 我說真的假的 50萬不用爽 不用跟討論嗎 他跟我說 你只要跟我說 衣服的款式 你要做什麼樣子 那我基本上我就會 就是你就是報備好 對你照著報備好 他我覺得 我會覺得對於他來講 50萬對我們來講 好像50塊 或是5萬塊 5千塊這樣幹 他會覺得這個錢 即使全賠到他也覺得 好像沒什麼關係 算是少數 就是賣周邊賣的 已經算滿好多 我們前兩年戰隊 收持公司 就是有本事平衡 蛤可以超臉狠 這應該是 我不知道 算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你的能量條賣得不好 你的能量條大概是賣得不好 我怎麼想想 等下能量條送我我也沒有吃 蛤 那個策略的問題是在於 其實那個是要補充運動 但是我們觀眾都是比較 比較 非常 沒有是做比較 運動的 這個是電腦族群 對 對 你做族群啊 那他就不會去所謂買那種 但是你否則就會 帶出去啊 否則很需要啊 衣服也很穿嘛 你這份不洗手 你還是要換衣服嗎 不然你會 你會打到一半說 他要抓頭 他要脫一秒 OK 你是不是跟你靠呢 這個有 除了衣服之外的周邊嗎 我沒有口罩 你沒有口罩 你應該沒有人知道 我們有在賣嗎 我們有在賣嗎 是因為我們做的口罩比較貴 為什麼還要做那麼貴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 我們要做的時候 一起已經快結束了 我罵錯一般的 就不會有人賣 那都有人賣嗎 有 有人賣 只是沒有 還行 褲子蠻的 阿喵現在就給我打 我現在不賣 他也判沒 那你們在 我覺得這樣推 周邊比較直接的方式就是 比賽的時候 叫選手 像我之前就有提過 為什麼你比較贏的時候 就直接叫他拿人家拿出來吃 這樣不行嗎 因為訓練比賽事分很熟悉 沒有 所以這也很難推阿 我們現在也不戴口罩 戴口罩的人都覺得嫌悶嘛 然後叫他們穿BYG的 比如說衣服 或幹嘛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貴服 所以外套也還好吧 外套也不行 因為 這個不能夠出來 有另外的 這邊其實規定很多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只能場下去拍 或是拍節目的話去的時候 哪怕我把它拍得到 或影片上面就是 就是叫他們可能 額外加一件這樣 對 那我們有特地做很浮 就是給粉絲拿的 收服嗎 因為我們想說 讓傳說用阿 因為傳說 六對五對輸我 我們也有 哈哈 阿 是Roller有做嗎 先做好 我們是一樣 這是第一次去拍攝 我們能做兩個都可以用的 好 我倆等到冠軍賽阿 冠軍賽阿 冠軍賽是誰 我不知道阿 就看你們二折一阿 我們現在C3取二五 我們三隊要取兩隊出來 沒有阿 還有FAK CFO 那些不在 現在就不在這個統合版 FAK應該不會阿 好啦 你們還有什麼要聊的嗎 就是如果想要補充的 我跟你講 不一樣要聊上面的 上面的不一樣 其實剛剛 剛剛那個 新選手的 心態問題 就是 行銷問題 其實我有去 因為之前 去年 我有帶過我們隊 跟二隊 就是我們 我們隊 你說PSGA 對 PSGA的 他還在阿曼西門 對 其實我跟你們大開聊過 因為 心血選手的問題 主要是 他們還年輕 然後 他們也沒有必要去 他們想專注在打出成績 對 他們覺得打出成績就好 看我們 去做那些事情 而且很多人是 其實自己 只有家業的 或是 他們可能沒殺 就回去做自己的 打心靜的選手 應該說 應該說 欸真的 八成或九成都是 變很有錢的人 你去問一下選手 他們每一個背後 都是 有房子給他的 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 不得了 就是我在我生活上是沒有高 像我之前高中大學的時候 很大部分都是什麼 中低收入 低收入 可是在電競圈之後 我發現身邊都是什麼 喔 我日常有房子 我在什麼大安區 有一種房子 我說那你幹嘛來打這個店 我覺得好玩 我覺得有趣 這樣子會不會導致他們 就覺得不用打得到特別好 就是他們沒有壓力 因為他們想打得成績 但他們不會想說幫公司賺錢 對 他們也不會想到行銷子 他們只想到把自己打好 就是 想成就自己 自己開心 所以他們現在是 對手成就感大於財富的人 我們現在才做 我覺得成就感大於財富的人 我覺得成就感大於財富的人 你說現在 他喔 他有那個特質啊 因為他很會講話 他希望他強一點 他還行吧 希望他哪一天打上來 披薦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不是答應他說 明年要幫他找隊伍 我不知道 是我答應 對你們答應什麼事情 不是我答應 我聽他講的啦 還是他給我鼓爛的 我不知道 不是我答應 那你不要幫他找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可以 你一定是很危險 如果你答應了這件事情 然後你 不是我答應喔 不是我答應 不是我答應 你們答應了這件事情 然後做物品明年還是 就是沒有幫他找 或是找不太到 那他們可能就趕快怪你說 欸 有什麼答應我自己就做 其實我覺得承諾選手 這件事情 跟承諾女朋友一樣 對對對 不是 我沒有女朋友 那你們 承諾選手 那你們假如說 我覺得這也算是給他一個目標 靠那什麼好目標的 你的目標不就是打到職業聯賽嗎 他們算 他那也算職業聯賽啊 刺激職業聯賽 你不要一直把那個 電競幕後的工作感覺 就好像很輕鬆 我想我想講 我每次來工作他們 就是如果演變的啦 就是阿兵跟那個 另外一個 他們都是一直剪 都一直剪啊 就你每次剪 我有剪啊 你們出片頻率比我 這個人出片頻還要低嗎 你們出那個什麼 做實 沒有 出Mightjet可也有剪啊 你剛才劉克有剪嗎 有啊 那就不算剪啊 Mightjet可單獨那一支出來 那個成績不好啊 成績不好 效果不好 那你覺得為什麼 我本來想 我本來想 但是因為後來大家都一樣啊 就是 大家知道你們在幹嘛 所以 大家後面就不在想 就看膩了 對對對 所以我後來就融入到 就是可以讓 就是可以更完整 那其實Youtube的點國推播率 它就是你需要一個頻道 要一直去更新 譬如說你一個禮拜 還有更新兩三天 我們還沒有出營 他才會推廣 才會推廣你的影片 幫他很多人出營 兩個月出營 三個月出營 你的頻道的點閱率會越來越往下 沒有因為他有很多兼職啊 別的地方也要做過一些工作 別的地方也要做過一些工作 對吧 然後他上次還要玩一下電腦 我常常看到我掛LOW 又掛另外螢幕 然後看到他們在線上 他自己也在那邊打 單雙RANK 然後我拿到大師 我大師 我想講一個 做社群之後的好處 那是我 剛有拿到MS做EP 造型 為什麼 你可以拿 這個 會違而拔 這確定不會嗎 我快知道 會不會害到 那時候 居射倒茶 那時候我們居射倒茶 有十個人 然後 然後因為有些人領過 然後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不是社群的遊戲 那就是因為你認識戰 那就是你可以在後面看我玩遊戲 那你會變強 真的 就我原本其實是一個金牌展 然後我進來直接去玩一下大師 欸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整體是不是也想不到 有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也有跟你講 那你 因為你是打打野嗎 不是我打中 你打打野 不是我打中 你知道我 所以你都是看火龍 然後我自己看主家 然後後面看他玩一場書 對 進入 然後我就去玩一把 然後他剛好經過我後面 就是來手法手教學 教我 你是手法手教學喔 教我玩豬女 然後從頭之後 我就只能用一隻豬女 然後我打中大師 對他所持 好荔枝喔 他現在在PSG 荔枝歌唱 好 好 好 那文藝你覺得有那個吧 在後面看 有他也要看 有 對 不一定要搶啊 就是視角不一樣啊 我現在聽溝通 或者是什麼 你就會覺得 欸我想做得還一點 我跟他打NG 然後他是玩中路 然後我們要轉線 然後因為我們下路線 跟KDR會去中路 他說你們幹嘛來 我是中路 我就要在中路你們 不要去我接 然後說你不是 即便在後面看很多 然後你是個白金 他說不管 我就知道在中路 然後就一直被我罵 沒有 但是我就是看前頭 比賽 我現在就是看LCQ 大概有幾個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Tentrum聊天的一個 媒介話 我們就看到LPL 今天選了一個 那好 那個誰 之前微博出了一個 微博出了那個 莉莉亞打野 我就問問說莉莉亞打野 然後我說我現在超強的 然後怎樣這樣 問你Q來不一定 然後都投入了很多 然後我就會聽 然後聽完之後 我再去自己去練一下 那Q怎麼刷到比較快 剛剛有一些聊天的話題 然後從聊天的話題中 帶到他們訓練的東西 然後說我什麼選擇 角色會強 那這個光碑跟光碑 哪個比較強 我覺得就是 有辦法幫助到他們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站在 因為你們 我覺得你們的好處就是 你們可以很貼近戰隊 所以你們可以接收到 資訊其實也相對多 你們如果之後就是 可能在現在的工作 趕快逆人的時候 你們會想要去走到 因為其實你們兩個 目前聊天其實都會聊天 然後你們也有這個 戰隊的資歷 你們會想要去做一些 目前的工作嗎 因為你們現在都在幕後 目前就包括可能 當然選手不可能嗎 就我們 怎麼 不太可能嗎 這麼大台服大師 轉型 他就要對選手 對 然後或者目前啊 波比這些 因為你們口條好 然後又有理解這樣 然後又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你們會有這樣的考量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有對經理的身份 所以其實 我一開始在做社群小編的時候 我自己是會開我自己的實況台 然後跟自己 宣傳自己 或是跟觀眾聊天 其實後面大陸就停的時候 我會發現 我在學習 每一隊對你們怎麼做 比如說我就看 我覺得會有優秀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比方說Apple啊 比方說土龍 比方說事業 小屁他們在做什麼 比方說效果他們做 比方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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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不是一個 相對於我來講 他跟我是比較類似 平輩 平輩 你覺得他沒有優秀到 沒有 不要一直這樣講 我們讓這話裡繼續 就是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會發現其實 大部分的經理會中間 他們都不太會去 進行去 那我會覺得 這種事情 我就盡量也不要做 所以我其實這一年半以來 往幕後去退 但是我這 兩個人太小 我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慢慢往幕前 因為我發現 因為其實 這個東西就是 有聲量的時候 你講什麼話的時候 大家都會關注 像現在目前 別人暫時比較不好 大家會去 吹土龍 變土 但是雖然說這件事情 跟土龍 沒關係都沒有 每個他選都是我選的 其實責任應該都到我 所以我會盡量的 把我自己的狀況 攤在前面上 讓大家去 這個炮火這樣 我記得有一個隊伍 經理是很愛裝扮成 古教授 對啊 那個Unicuro 那個Unicuro Unicuro 天啊 好熱啦 然後我就覺得 還 其實那時候我 跳出來到 試運進的前之前 你有想過嗎 因為你的造型比較 要 就帥 就想紅 對啊 有紅 有紅才會有紅 那你有粉專嗎 有粉專 那你不想紅 之後呢 沒有我希望是順其自然的紅 不然太刻意 你這樣講 你這樣弄不就很刻意嗎 你現在就很刻意啊 沒事 應該是我沒有下定決心 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首先還有其他事情 如果可能到時候 我下定決心 做的是我其他事情的部分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 如果我要做 我會怕你什麼 我覺得這樣 因為你 像你就是 以前跟你聊天 因為你會看情形體上 然後因為Peter的關係 你也有看嗎 是有看 啊但你 我記得你就有跟我講過說 你覺得你上去播都比這些人 真的嗎 你現在有這個 戰隊後勤的資歷 然後口條又好 長得也是 中規中矩的 你還不是說你帥喔 我覺得我覺得你帥 對阿 所以就是 他就做技術 他就做技術 我跟你們都還不常 你也不錯啦 你也不錯啦 你也不錯喔 你也不錯喔 你的資相比你如果我是30分 你應該有60分嘛 我至少會及格 我應該有45分 我應該有45分 餡膏 喔 所以很可愛 我想說你是元素你可以加 欸啊 他還沒用 這也是他加的可能 他一定會及格啦 好啦那今天的內容 就差不多這邊 你們最後給你們每個人 一點時間 然後讓你們去宣傳一下自己的隊伍 周邊也好啊 或者是想要 想要你們或最近想要推什麼 然後希望觀眾可以看 然後這樣 希望我們比賽賽 就這樣 希望我們去吃野菜 不是啊 你們都推什麼東西啊 沒有 我們最後會賣這件嗎 這件我們新的周邊衣服 他多少錢 不知道 目前還沒訂 到周邊說 還是這個我們可以 如果你們 要賣的時候 我們這支片剛好 你們還沒賣的時候 我們這支片剛好上 然後就 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大概多少錢 願意買到你們這個餐 好 那如果大概兩三百這樣賣 兩三百太少了 三百多多少錢 還是要輸入折扣 過馬力OT32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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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頭 FRO 因為其實 戰隊周邊 真的沒有這麼好推 我們不是他們 他們賣什麼都 對 我們隊伍賣了 一百五十幾件 兩百多件 你是說T恤的 對 那這件外套 我賣了 我身上穿的衣服 我們在賣術的總數 我們外套其實賣得不錯 這件 這件嗎 沒有賣很貴 多少 用借口 這是什麼 好像是090 還有080 那不是跟那個界一樣嗎 那個界很巨人 不是你 欸欸欸 問一下你們的衣服 賣的是有那個嗎 贊助了嗎 有 三塊兩千 其實賣得不錯 不是啊我有兩千 我幹嘛不直接去買T1就好了 我也不一定看 沒有CP 你支持我們 自家 自家賽者學 你怎麼這樣就是 我們要 我們要做大餅 還在做大餅 可能是好 也要幫我們一起 你看 你沒贊助手 所以說 台灣製造 我們都是台灣做的 台灣價值 台灣人 台灣人 我以前 這件外套比較新 因為跟這個巨人聯名 那還有什麼嗎 之後 我想要講說我們八月底 那八月中學 我們應該會出一個BYG 弱金款的衣服 T恤這樣子 請大家可思實一下 T恤喔 他們不用推 他們已經賣了 類似這種T恤喔 不太想 但是會更寬白型 就是Oversight而已 然後讓大家穿出去 我如果產很小 甚至我把那個 我們是一個Histage BYG這樣子 然後很小很小 然後後面是個大圖這樣 所以盡量穿出去 不要讓大家覺得 哇 以前看出來是便宜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有辦法 復習到每一個收縱群的 好 你們可以主打說你們 因為你們背後大圖 所以你們穿了 輸出的蛋糕 大圖輸出 那 我問一下 沒有那麼多圈套 那PS區是不是最後 最近也會出一件 今天晚上 蛤今天晚上啊 就是 那件衣服好像是 不是每次播的時候 應該預購的決賽 反正就是 它會是 現場代賣 對 現場代賣 你確定有現場了 有啊 就是 不一定吧 可以 是我們兩個嗎 不是第一區跟第二區嗎 我們輸好了 認出去還有救 你輸我們當然有救 去年我們都認出去 不是 去年你們是 是打贏我們嗎 對不對 我們是打贏這一聘 我們是打贏這一聘 對 我們 不好意思 就是比較強烈的 對 沒有 因為有人幫 這個主辦 又洗衣服 沒有啊 沒有 我們衣服自己洗啊 那PS區的衣服就是 會有選手的背號 然後好像也有設計 就是會有選手的 Q版的圖 對 現在有嗎 可以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可以下流看 等一下可以下流看 想抄是不是 想抄襲是不是 沒有 沒有預告 預告 預告 預告完就沒有了 限下 限下 如果我們禁限下 如果 我覺得很難 你說禁限下很難 那你說你們 我們 我們 應該發滿滿的 你說 如果 如果最後沒有禁限下 那些層服都 可以才說用 喔 對 做一個 都是可以 那我跑到也可以 你可以做那個手 就先做啊 沒有 進 沒有 要直接做 因為就會進 然後再一箱去韓 那個韓國 沒有 沒有 我不是太敢講說 他是賣這種衣服 跟那個說 想說我們 第一季度算低 我就貴了 那我們的預購 只會到8月13 那你們要先賣 對先賣 數量沒有別人來買 數量就很低 所以說 是有些想好的 對 那今天就也謝謝 兩位這個PZS的 就是 隊伍的後勤 然後跟我們分享 這些 一些隊伍 可能我們 在 音幕上看不到的事情 好 我是主持人六弟 我是PZG 小屏 泡澡 我是BG對經濟農民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